《想好事,來好事,想壞事,來壞事,每日想的是什麼,你身上就會發生什麼?》 幾個世紀以來,處於任何地區、氣候和文化中的人都本能地知道 在某處存在著一種能夠起到治癒作用的力量 它能夠恢復人體的能力和功能,令它達到健康的狀態 人們還相信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下,人類可以激發出這種神奇的力量 而一旦將它激發出來,人類所遭受的各種苦難和折磨就會得到緩解 各個民族的歷史都實實在在地證明了這個觀點 在世界歷史的早期,在秘密地影像人善惡的眾多能力中 有一種治癒疾病的能力,治病的過程和方法在世界各地大相徑庭 但是普遍都包括以下這些程序,討告和奉獻祭品 舉行好像躺在舉手,而且念咒語這樣的儀式 護身符、戒指和圖片的使用 例如古代的祭司會在寺廟中開藥給病人 而且在病人睡覺時對他們使用催眠療法 病人會被告知聖人一定會在他們的夢境中出現,而且會治癒他們的疾病 隨之而來的是,很多人的疾病都傳遇了 信奉希臘神克卡特的人被告知,在有新月的夜晚 將蜥蜴、樹枝、乳香和活躍混合在一起,在露天裡進行攪拌 在進行了這些古怪而神秘的儀式後 信徒們向神討告,喝了他們剛剛調製好的有魔力的飲料 然後去睡覺 如果他們的信念足夠強大,他們就可以在夢中見到神 這樣聽起來很奇怪,甚至有些荒誕的儀式 但往往真的能治癒疾病 古代人發現了很多有效的方法去挖掘潛意識難以自信的力量 容易治癒疾病 雖然他們發現這些方法行之有效 但他們卻並不理解這些方法為何有效 以及他們具體如何治癒疾病 今天我們知道他們是通過使用強效的潛意識而發揮作用 儀式有魔力的飲品和護身符對於人類的想像力的確起作用 而且醫治者會給予病人連續的相關建議 以引導他獲得潛意識的支持 但治癒的工作其實主要是由病人置身的潛意識來完成 幾個世紀以來當權威的醫療方法失效 病人放棄希望的時候 民間的醫治者卻每每獲得神奇的療效 那就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 這些散佈在世界各地的醫治者是如何獲得奇效的呢? 答案就是這些療效之所以能夠產生 是源於存在於病人內心渴望治癒的潛意識被換醒了 醫治者使用的方法越是荒誕和獨特 就越可以令病人相信這個古怪的方法一定有非同尋常的效果 他們被換醒的精神狀態是他們更容易接受治療的建議 無論是在意識層面還是潛意識層面 聖經中有關潛意識力量的使用 所以我告訴你們 凡你們討告祈求的 無論是甚麼 只要信是得著的 就必得著 來自聖經《馬可福音》第11章第24節 讀進這段聖經 我們再來仔細看看具體時態的不同 動詞是現在色 但得著是將來時 靈感突發的作者 通過這個顯而易見的語法時態的不同 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好像接受已經存在的事物一樣 去相信而且接受我們渴望、期望去完成的事 這樣這些事情就會自然而然地在未來發生 以上這個過程從成功發生到完成 都有賴於已經存在於我們腦中的意識、想法以及自信 任何事物要想實質性地考慮周全 它必須首先被認為是實際存在 在這裡要多說幾句 如果有一種簡潔而具體的方法 去使用意識的創造性力量 那就是讓你渴望的事物 在你的潛意識中留下深刻印象 你的意識、想法、計劃或目的 就像你的手或你的心一樣 確實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你必須完全消除腦中各種有關不利環境、條件 或者任何可能產生負面效果的事物思考 在聖經中 這種思維方式被描述成為在腦中播下一粒種子 即是信念 如果讓這粒種子不被打擾地成長 這樣它最終將會在外部逐漸發芽、開花結果 我們都知道 作為教徒 首要的信念就是堅持信仰 教徒們不斷地閱讀聖經 聖經中說到 照著你們的信念給你們成全了 同時也提到 一個人如果在土地裡種下那些特定的種子 就要有堅定的信念 種子會按照播種者的想法絕狀成長 這就是種子的力量 而且要相信自然生長和農業的法則 種子始終會成長成它需要的樣子 聖經中描述的這種信念是一種思考方式 一種思維態度 一種我們個人對自我內心的確信 我們知道 想法一旦完全被內心意識所接受 就會根植在潛意識之中 而且最終在現實中表現出來 在某種程度上 所謂信念 就可以去接受你的理智和理性否定的那部分事物 信念是一劑良藥 它拒絕傾聽微不足道的理性分析意識 而完全依賴於內心潛意識的力量 這裏有一個十分恰當的聖經中治病的例子 耶穌入了房子 核子就來到祂跟前 耶穌說 你們信我可以做這件事嗎? 他們說 主呀我們信 耶穌摸摸他們的眼睛說 照著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 他們的眼睛就開了 耶穌切切地祝福他們說 你們要小心 不可以叫人知道 通過強調 照著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 耶穌公開地令盲人內心的潛意識產生作用 盲人的信念是 他們巨大的期望 他們內心的感情 他們無比堅定的信仰 令他們的討告得到了回應 這個歷史悠久的治療方法 被世界各地的人普遍使用 儘管他們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 你們要小心 不可以叫人知道 耶穌之所以這樣叮捉那些被治癒的患者 是為了防止他們和其他病人討論治癒過程 如果他們參與討論的話 這樣原本堅信不疑的他們 就會被其他人的懷疑和否定動搖 這樣他們潛意識中就會逐漸產生恐懼、懷疑和焦慮 從而動搖他們所接受的耶穌傳授的信念 病人接受了治療然後傳遇 實際上他們是被自己的信念、耶穌的信念 和潛意識中堅信能治癒的信念三者一起治癒的 無論耶穌說什麼 耶穌本人的內心都堅信自己的說話是無比正確的 耶穌和需要祂幫助的人都處於同一個主觀的世界之中 祂平靜的內心完全了解自己的這個力量 再加上對治癒力量的堅定信仰 共同改變了病人潛意識中否定破壞性的那一方面 自然而然發生的療癒結果是 對這個內心精神改變的自動反應 耶穌的命令吸引了患者的潛意識 而且要求他們對於耶穌大有權威的話語 對於耶穌的意識、感覺和絕對的信任 在潛意識中給了回應 世界上其他神殿中的奇蹟 在每一片大陸、每一片土地上 都有著能治癒疾病的神殿 有一些像奴爾德這類十分著名的神殿 也有一些只有當地居民才知道的 並不太出名的神殿 無論有名與否 在這些神殿中 質病能夠被治癒的原因 從老來都是只有一個 而且也只可能有一個 通過潛意識的力量 協除一切還質 我參觀過一些日本的神殿 舉世文明的蓮倉大佛的中心 是一個42英尺高的巨大黃金雕像 那是一個合掌而坐的佛像 頭部傾斜 彷彿可以在沉思中獲得興奮 在那裡我見到很多人 無論年長還是年幼 都在佛像腳下參拜 金錢、水果、米飯等等 都被公公敬敬地供奉在旁 點燃的蠟燭彈香煙火遼搖 討告的聲音此起彼伏 我聽到了一個年輕女孩的歌聲 她低聲祈禱 放了兩個橙作為供禮 她感濟佛祖可以讓她重新說話 她曾經一度失聲 但是就在神殿中 她又獲得了說話的能力 她單純地相信 如果她遵守一個特定的儀式 按規矩齋戒 供奉指定的生禮 佛祖就會讓她重新開口說話 這個信念點燃了她對生活的期望 結果就是她心裡羅列的條件激發了信念 她的潛意識回應了她的信念 信念的力量如何誇大也不為過 另一個絕妙的例子是來自我的一個親戚 她住在澳大利亞西部一個叫做帕斯的城市 她患了肺結核 肺部已經嚴重損壞 她兒子決定幫她傳遇 於是兒子去了爸爸家 告訴爸爸 她最近認識了一個有神奇力量的混油僧人 這個僧人剛剛從歐洲一個非常有名的神殿回來 她在那裡留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且獲得了一個具有治癒功能的神奇小碎片 這碎片據說是來自於中世紀一個真正的十字架 被傷在一個圓環上 實際上無數患者在觸網這塊小碎片之後都傳遇了 兒子還說自己一聽這個故事 就趕緊為新患疾病的爸爸借了這塊小碎片 為此她自願付給僧人一份相當於五百美元的生禮 當兒子把小碎片交給父親 老人幾乎是一把手搶過去 僅僅貼在空前默默討告 然後安然入睡 第二天早上老人就傳遇了 之前的所有醫學診斷都被證明是錯誤的 這種治癒的例子幾乎隨處可見 但是這個故事獨特之處是在於 兒子的故事完全是編造出來的 事實上她在行人道上撿了一片普通的碎片 交給珠寶像打造了一下 而且傷陷到一個古典風格的圓環上 接著她就將這件事交給老父親了 你當然知道並不是從人行路上撿到的碎片救了老人家 救她的是她的相當豐富的想像力 再加上十分希望傳遇的期望和堅信傳遇的信念 想像力和信念 或者說是與主觀的觀著聯繫起來 這兩者的結合通過潛意識產生了康復的結果 這位父親從來不知道在她身上發生了怎樣的奇蹟 如果她知道整個過程 或者她的病情會再度惡化 而現實是她的肺結核從未復發 她完全被治癒了 而且在十五年後才因其他疾病而去世 在年八十九歲 你要知道信念就好像種植於土壤的植物 它會根據土壤而花牙 種植一個想法在你的腦海中 帶著信念和期望幫它淋水、施肥 它就會逐漸顯現出來 做一個頭腦工程師 使用可靠的被證明過的手段 來建立一個前途的光明人生 學會為你愛的 卻身患重病的人討告 平靜你的心 你想要治癒、想要活力的想法 都將被感知度 亦會在你愛的人心中浮現出來 一個普遍的治癒原則 治癒器官的是潛意識 而治癒的過程就要依靠信心 深入地想一下下面的這些說話 你擁有的心理功能 是由意識和潛意識結合產生的結出功能 你的潛意識總是不斷地信從於建議 而且發揮它的力量 你的潛意識完全能控制身體的功能、狀態和感觀 所有疾病症狀都可以在催眠過程中 被主觀暗示有導出來 例如催眠狀態中 一個小小的主觀暗示 可能造成被暗示者臉紅發熱 或者令到他寒冷戰鬥 你可以暗示一個人 說他全身癱瘓 不能正常活動 極有可能他就會變成這樣了 你還可以試著拿一杯冰水 放到一個被催眠者的臂下 告訴他這裏全部都是辣椒 聞一下 他就會狂打黑痴 這樣到底是什麼讓他們打黑痴呢? 是水還是心理暗示? 如果有人告訴你 他對貓美草過敏 這樣當他處於催眠狀態的時候 你試下拿一束假花 或者一個空的花瓶放在他面前 告訴他這就是貓美草 他就會顯示出平常的過敏症狀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 導致過敏症狀的原因 存在於潛意識中 因此治療這個症狀的方法 同樣也存在於潛意識中 不同流派的治療方法 例如整骨療法 脊椎推拿療法 氣功、針灸和物理療法 都產生了顯絕的療效 而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中的各種儀式 同樣也可以達到這種效果 很顯然 所有這些治療手段都通過潛意識 也是唯一被治療的對象 才可以起作用 你有沒有注意到 潛意識是怎樣治癒手指上的傷口? 潛意識本身 他是清楚知道怎樣操作 醫生包紮傷口說 自然就會好 但這裡的自然指的是自然法則 也就是潛意識法則 自覺性的自我保護 是自然界第一法則 而自我保護也是潛意識的首要功能 最強烈的自覺就是最有力的自我暗示 各種不同的治癒理論 不同個人或團體曾經實踐過很多種不同的治療理論 其中相當一部分人 因為他們的實踐剛剛好產生了某些結果 就宣稱他們的理論是正確的 寫貼片之類的東西來幫助治療 後來他甚至放棄了所有物體 而只是把自己的手放在患者身體上 他宣稱他治療成功的理論基礎 來源於他自己命名的 動物磁性說 他認為一些神秘的磁性物質 通過醫生的手傳給病人 梅斯梅爾將他發現的這種治療方法 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 梅斯梅爾術 今日我們已經知道這是一種催眠術 其他內科醫生倒計梅斯梅爾的成功 宣稱他所有成功的治療 都只是源於心理暗示 而並沒有其他特別之處 然而他們亦不得不承認 他們並不知道這種暗示的力量 為何產生如此神奇的效果 所有這些治療主體 心理醫生、心理學家 整骨療法專家、脊椎推難療法專家 內科醫生 和各種各樣的治療團體 都只使用一種普遍存在於潛意識的力量 每一個人都可以宣稱 治療效果源於自己的某種獨特理論 但事實卻遠非如此 所有治療過程都依賴於一種確定的 正面的心理態度 或稱之為一種思考方式 信念 治療取決於這種自信的期待 它表現為一種強而有力的心理暗示 作用於潛意識 從而釋放出治癒的無窮威力 一個人並不是被各種不同的治療方法治癒 當然各種理論都有自己的解釋 但治療的過程中 在決定作用的只有一個因素 就是信念 可以產生治療作用的力量也只有一個 就是潛意識 我們可以反省地選擇任何理論、信仰、方法 因為只要有信仰 我們最終將得到想要的結果 帕拉薩爾蘇斯的觀點 帕拉薩爾蘇斯 這位著名的煉金術士和內科醫生 在他生活的年代 是一位具有治癒能力的人 他的一段說話 在今天看來 明顯具有科學事實的意味 無論你相信的對象是正確還是錯誤的 最終都可以獲得相同的效果 因此 如果我說我相信聖彼得的雕像 如同我相信聖彼得本人一樣 我就會獲得好像相信聖彼得一樣的結果 但是 這是迷信 信念可以產生奇蹟 而且 無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信念 都會產生相同的奇蹟 意大利哲學家 比特羅彭波納齊回應了柏拉薩爾蘇斯的觀點 他是這樣寫的 我們很容易想到 自信和幻想必然能產生神奇偉大的效果 特別是當這兩者在信念本身 和受影響的個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時候 某些觀點將治癒結果歸功於某些特定的遺骸 這就是自信和幻想共同起作用的結果 容醫和哲學家都知道 無論將誰的屍骨 說成是聖徒的遺體 患者的病情都會有好轉 只要他們相信那些真是聖徒的遺體 想看這段說話在暗示一個什麼道理? 如果你相信聖徒遺體的神奇力量 或者相信某種特殊液體的治癒功能 或者就像我的澳大利亞親戚一樣 去相信一塊碎片的神奇作用 你都將會獲得結果 因為暗示已經作用於你的潛意識 而真實潛意識發揮的作用 治癒了患者的疾病 波恩海姆的實驗 希波·萊特 波恩海姆 是二十世紀早期 法國南石地區的一位醫學教授 他是最早解釋 醫生對患者的心理暗示 是如何用於潛意識的科學家之一 波恩海姆講述過一個 舌頭不能動的患者的故事 你為患者幾乎嘗試了所有治療方法 但沒有一個方法獲得成功 然而有一天醫生宣布他已經掌握了一個新的醫學工具的使用方法 這次一定可以治好患者的疾病 然後醫生將一個小型溫度計放到患者的嘴裡 患者就認為這個工具一定可以治好他 過了一會兒患者驚喜地大叫出來 因為他又可以自由地活動自己的舌頭 波恩海姆是這樣寫的 在眾多成功案例中 相同事件屢見不鮮 有一天一個年輕女孩來到我的辦公室 告訴我她已經連續四個星期完全喪失了語言能力 檢查確診後 我告訴我的學生 總之失語症有時是源於突然的緊張情緒 要治療的話可以利用心理暗洩的影響 我打開感應器 將我的手放在她的咽喉部位左右移動一下 然後跟她說 你現在可以大聲說話 很快我就叫她發出A的聲音 然後是B 然後是Maria 她相繼講出這些詞 失語症就完全消失了 在上面的這個故事中 波恩海姆展示了患者對於康復的期望 和他們信念的力量 這些都通過一個強而有力的暗示作用於潛意識 由於暗示掌出了水泡 波恩海姆還講說了另一個例子 她曾經在某個患者的缽紙上貼了一枚油票 然後告訴患者是一個蜂蜜池 結果貼油票的部位就掌出了水泡 世界各地的醫生一早已經通過各種實驗 證明了這種暗示的作用 毫無疑問 醫生只是對患者進行一些口頭暗示 就可以導致患者身體結構的改變 導致血斑的原因 出血症和血斑也可能有暗示造成 為了證明這一點 波恩海姆博士講說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她曾經對一個進入催眠狀態的人 進行了接下來的心理暗示 在今日的下午4時的時候 催眠結束後 你將會進入我的辦公室 坐在這座椅上 將雙手盤在空前 那個時候你的鼻就會開始流鼻血 那天下午 年輕人真如她所說 4時進入了博士辦公室 而且雙手十字交叉在胸腔 幾滴鮮血從她的鼻孔中流出來 另一個例子 也同樣是波恩海姆博士做的實驗 她在患者處於催眠狀態的時候 用一個比較鈍的工具 在患者的兩個小手臂上 畫出患者的名字 然後她這樣對患者說 在今日下午4時的時候 她將會睡覺 你的手臂將會沿著我畫過的地方流出鮮血 你的名字將在你的手臂上 以血字的方式出現 那天下午 病人被嚴密觀察 在4時的時候 她進入了睡眠狀態 她的左臂逐漸出現清晰的字母 某些地方還滲出了血 儘管後來字母逐漸退色 但直到3個月之後 仍然可以見到模糊的痕跡 這些事實證明了之前提到的兩個基本假設的正確性 就是 首先 潛意識一貫順從於暗示的力量 其次 潛意識完美地控制了個人的身體功能、感覺和狀態 之前的現象都生動地展示了 由暗示而導致的非正常生理現象 他們都有力地證明了心想事成這句成語 要點回顧 1.時刻提醒自己 治癒的力量源於潛意識 2.信念就像種植於土壤的種子 它會根據土壤而發芽 種植一的想法在你腦海中 帶著信念和期望給它淋水、施肥 它就會逐漸顯現出來 3.擁有一本書 創造一個新發明或完成一部喜劇的想法 是真實存在於你頭腦中 然後你才可以去實現這些想法 那就是為何你必須確信你現在擁有你想要的東西 相信你的想法、計劃、發明確確實實地存在 如果你相信它就會逐漸顯現出來 4.在另一個人祈禱的時候 了解你寧靜內心的所有確信無疑的美好理念 能夠改變另一個人的潛意識的負面形式 帶來神奇的結果 5.你聽到的各種關於可能治病的神殿的傳說 都是想像力和堅定信念的結果 它們作用於潛意識 從而釋放出治癒疾病的能量 6.所有的疾病都源於意識 人體什麼都不會發生 除非有一個意識去回應那種疾病 7.任何疾病症狀都可能源於催眠聖經暗示 這亦顯示出每一個人思想的巨大能量 8.治癒的過程只有一種因素起作用 就是信念 只有一種治癒的能力 就是你的潛意識 9.無論你信念的對象 是正確還是錯誤 你都會得到同樣的結果 你的潛意識會回應你腦中的想法 將信仰完完全全當作你自己本來的思想 那就足腳了 9.9.3.2.1 3.1 2.3.3 2.4.3